製品提供 大家好,我是阿肥,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這一台 Cudi 廚餘機 欸,我啊 自從買了第一台廚餘機之後 突然就變成 廚餘機富翁了 哇,你們看 一瞬間,哇,廚餘機富翁不是當假的 欸,扣除阿肥還在眾籌的那一台冷凍的廚餘機之外啊 哇,手上已經有四台廚餘機了 那為什麼這一支介紹Cudi的廚餘機影片 敢讓你們看到其他廚餘機呢? 主要是廠商說他不怕被比較 那你們知道阿肥當然是不會去抨擊任何一間廠商 那我會跟你們說每一台他的優缺點是在哪邊 那今天要介紹這一台Cudi的廚餘機阿 我敢把他們全部都擺上來 其實他是真的有一個 很好跟你們對比的地方阿 來之前跟你們介紹的這一台是冷藏式的廚餘機嘛 這一次就不坐入那個 比較當中阿 因為 這個 其他三台其實他都是碎屑 粉碎式的那種 廚餘機 那這一種冷藏式的畢竟他的類型就不同了 所以我這一台就不會納入他的那個 比較項目當中 當然我也不會真的是 喔跟你說這兩台有什麼缺點阿 他有什麼優點 我絕對不會幹這種事 但我會跟你們說 Cudi他這一台的優點在哪邊 讓你們很好可以判斷他到底強勢在哪 好 先看到他的外觀 說認真的 白色跟那種銀灰色 是阿肥很喜歡家電的顏色 那這一台白色的Cudi廚餘機 是鄭重阿肥的心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白色其實搭裝潢是很好搭配的 扣除他的外觀之外 因為外觀這種東西見仁見智 他跟其他的廠牌差異在哪邊 好在哪邊 因為同樣都是絞碎式 可以做成 欸 廚餘變成肥料嘛 那這個地方到底差異在哪裡 好 Cudi的廚餘機號稱他們有四個步驟啦 就是乾燥 研磨 烘乾跟殺菌 那這個步驟呢 統一這樣子走完之後 就是他整個流程結束 那你們可以現在看到影片的部分 影片當中我把廚餘丟進去裡面 就是有欸 你們看到澱粉類 蔬菜類啊 還有呢 水果類 像是櫻桃這些的 全部都掉下去絞碎 那這個就是我的廚餘的份量 那整個進程大概是五個小時 就完成了 你們現在可以看到影片當中啊 欸 他的那個碎屑的部分 我手拿起來的時候 那些碎屑其實完全不黏手 他是真的乾燥了 真的乾燥 然後烘乾了 那跟一般的廚餘機 欸有差異的地方就出現了 我第一次遇到 我第一次遇到 這麼乾的 那個廚餘 這種絞碎式的廚餘機啊 通常他絞的時候很容易 很容易都沒有把它絞到很乾 那他沒有很乾的話 其實他的桶子裡面都還 有點燒燒涼涼 這樣子 這個地方就是他的差異 第一個感受 欸 他居然那麼乾 那個乾的程度 真的就像是粉末的那種碎屑一樣 好看完他絞碎的那個實況之後啊 為什麼這間廠商他說 他不怕跟別人比較的原因 那這個我有實際實測過 可是 阿肥基於我不會去打其他廠商的廚餘機 而且我覺得每一間廠商都有自己的優缺點 那我就只講 庫底這一台 我畫面中只會出現庫底啊 不然的話會太有針對性 第一個地方 他的開關 我們看到之前的廚餘機 其實很多都是轉蓋式 然後拿起來 其實那沒有不方便 但是 有時候啊 你廚餘可能就是 拿帶子啊 或兩手旁著的時候 你其實沒有多餘的手 可以這樣轉開來 拿蓋子起來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想到這一件 所以啊 他這個 按下去是直接彈起來了 有沒有 非常的方便 就直接快速啊 單手就可以使用了 第二個 欸 實測的 我還徹底測那個同時的秒數喔 就是啊 這個打開之後 我要把廚餘桶 拿出來 倒掉 再把廚餘桶 放回去 的速度 看關起來 這樣子 誰比較快 喔 庫底啊 明顯 真的是快 非常的 多 除了他 廚餘腳的比較乾之外 本來就很好到 庫底 拿的這個設計 剛剛好 在前緣的地方 只要一 拉 你拿起來 就可以整個 桶子拿起來 放 一下 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所以跟其他的廠牌比起來 他在這個 使用者的體驗上面 他是有下功夫的 你們看 我這樣子按一下 打開來 這個 體就起來 是非常的快速 我也不需要說 欸 老半天啊 才有辦法拿起來 所以他 整體的這個 筒子 跟蓋子的設計 都是有想過 過來 第三個 你們還記不記得 阿肥之前有在那邊裝活性炭 跟你們介紹廚餘機的時候 對 這一種 繳碎式的廚餘機 他都有一個活性炭槽 那你們看到 他這個活性炭槽 是在上蓋的地方 他把活性炭槽設計在側邊 他的設計啊 可以讓我這樣單手 有沒有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這樣子抽出來了 整個卡槽 一樣的東西 然後要換的時候 也很方便 就直接這樣子 推到底 欸 他就換好了 是不是 這個設計就非常的人性化 很方便 對不對 好 過來 第四點 來看到後面的位置 你的廚餘在繳碎的時候 難免會有水氣嘛 不然就是你在洗的時候阿 他那要乾阿 會有水 他在設憋阿 就給我設計了除水槽 可以讓你直接這樣子拿去 倒掉 再來 第五點 他上面 你們可以看到 他上面的部分 有一個清潔 這個清潔啊 這是我第一次在廚餘機上面看到 他可以幹嘛 你倒完廚餘之後 欸 桶子裡面不是還髒髒的嗎 你就可以把水倒進去桶子裡面 然後按下清潔 他呢就會自體清潔這個桶子了 再來第六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欸 我目前還沒有在任何一台廚餘機上面有看到 就是阿 這一台的設計每隔半個小時 當你烘乾整個流程結束之後 每隔半個小時他會自動讓他跑一次 殺菌 齁 那這樣子的話阿 他就是防止什麼 裡面的廚餘 欸 經過了 可能時間 長 可能一兩天 你才丟一次廚餘的時候 那 他會變質 會發酵阿 會產生一些臭氣阿 或是發霉之類的事情 所以阿 他有這種殺菌的功能 他就是完全抑制的這一種可能性 這也是我認為 欸 他真的是相當不一樣的一個地方阿 再來 欸 在裡面的部分 通常廚餘機都不會有配置這個東西 他很像一般電鍋 電子鍋的那個 有沒有看到這一圈 他上面阿 是一個橡皮層 他最主要是 阻斷他那個味道 讓他可以透過這個活性炭排出乾淨的空氣 不會產生任何的異味 那這個呢 他在攪動的時候 其實難免嘛 他這個叫做清潔蓋 難免都會有一些碎屑或什麼水蒸氣阿 附著在上面 那自然而來他會脹掉 所以阿 他做了這個清潔蓋的設計 你可以直接這樣子 兩個 把它拆下來 有沒有 這一塊 就可以直接 欸 拿去水龍頭裡面把它清洗乾淨 再裝回去了 那要講的最後面 欸 這個是有一些部分朋友會特別關注的地方 是低頻噪音嘛 那這一台呢 他的運轉工作的分配數大概是在40分配到60分配之間 所以他算是相對安靜的 你們想阿 你如果是放在廚房或是放在那個後陽台的話 其實阿 這個聲音可以基本無視掉了 他並不像是空氣清淨機阿 這一種是直接放在你睡覺的地方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聲音其實是相對來說真的非常的小聲阿 除非啦 你去嚼一些很多骨頭 那你骨頭它碎裂的時候自然沒有辦法避免 一定都會有聲音出來的 那整體來說 40到60分配都還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經濟這幾千的測試下來 欸我用最久的就是之前那一台初一一掰的 那個 廚餘機嘛 那我自己是認為啦 這一台庫蒂的廚餘機阿 它在這一種絞碎的方面 嗯 是真的讓我比較喜歡的 因為整體來說它是打到非常的乾燥 所以如果你要做堆肥的朋友 可能也可以適合去使用 那 如果會害怕說太鹹的話 你可以 可以在裡面加水 讓它稀釋掉 因為它這一台是可以讓那個水分 直接聚集在那個 後面的這個水牆當中的 所以阿 我覺得它還是可以適用在堆肥上 另外 因為它的碎券很乾 所以它在清潔方面 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他們這一種 廚餘機裡面都是有不鏽鋼塗層嘛 那 因為它弄得很乾 所以它在清潔方面 就是相對來說比較方便 過來呢 它在這一種廢品的抽換 以及一些使用者體面方面 的確 它跟其他的廚餘機 就我目前啦 我不敢說我用了很多台 就我目前用過的廚餘機來說 它的使用者體驗方面 是做得最好 光這一個 就贏了大部分的廚餘機 所以這一台庫蒂的廚餘機 我給它的評價是還蠻正面的 而且還可以說是阿肥用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 最好用的一台廚餘機 算是可以碾壓國際大廠的廚餘機了 那今天這一支 枯底廚餘機的影片 就介紹到這邊啦 如果你對於這台廚餘機 有任何問題的朋友 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來學問阿肥 哇 阿肥之後還有一台 冷凍式的廚餘機 要來分享給你們 那你們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 訂閱 分享 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們LiveHFB 每週一跟每週四 晚上六點準時 上片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ee you later 拜拜 天啊 沒什麼 不 事 你 沒什麼 沒有什麼 那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